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想说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身材器具就是RODE CASTOR PRO 好 进入正题咯 CASTOR PRO是针对Podcast专业的录音系统咯 一次整合麦克风的收音 监听 录音 还能透过蓝牙做到音源方面的整合咯 另具备前级扩大器 输出的音质品质近乎专业的广播系统一样 可以说功能强大 使用上也相当的简便 首先我们看到面板上面 左边数起来有1234 就代表有四个channel 也就是四组的麦克风收音咯 所有声音的大小声即可透过推感进行操控相当的方便 另外的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USB的Type-C 还有再加上还看到有一个手机的画面 手机符号则是代表有3.5mm的音源输入咯 再来按下蓝牙键 蓝光立刻发出就代表已经开启蓝牙咯 可以利用这三个通道去截取我所想要的音源咯 再来我们看到右边有8个音效板 则可以透过笔电或是电脑进行连接 来更改自己想要的音效 再来我们看到左上角的部分有一个触控萤幕 相关的一些操作或界面的设定都透过这个萤幕进行设定 在没有进行操控的时候它则是会显示相关各channel的音量大小声咯 另外右边的部分有4个监听耳机大小音量的旋钮咯 另外还有一个是全声音的旋钮 还有一组监控的耳机孔在右下方 再来我们进入选单咯 新的韧体版本已经支援简钟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通道、播客、声音、高级设置 再来我们进入通道咯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个声音来源咯 那我们选择通道1 通道1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话筒就是麦克风啦 另外还有音效的处理咯 还有声音以及电瓶 那我们再看一下麦克风的部分咯 点下去呢就可以看到它有支援RAW的相关的麦克风 以优化这些麦克风的对应啦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麦克风不是RAW的话 你也要了解是否是使用电容式还是动圈式的麦克风 也可以进行优化喔 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 如果说你是电容式麦克风 因为我们的这一台主机呢 支援幻象电源 所以不需要另外再增加额外的电源供应器 就可以采用这个麦克风咯 再来音频处理的部分呢 则提供非常多的选项 因为Caster Pro 采用自家的处理器 因此可以优化收音表现 例如小豪哥哥在节目里面常常过嗨 就是靠着这颗处理器 让我的声音不会爆掉喔 还有透过Type-C 可以与电脑连接 再透过官方软体进行音档的编辑 以及部分硬体的设定 如不想要用官方软体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软体进行录制及编辑喔 另外录制的过程呢 也可以同步储存于插在Caster Pro内的记忆卡中 由于Caster Pro的选项非常的多元 又支援了专业的MIDI功能 所以后续呢 大家还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功能介绍 那就再留言给我们 我们再找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啰 好了前面就是我们帮大家来介绍 Caster Pro它的功能啰 那由于Caster Pro它的应用方式非常的多元 不管是Podcast的节目 或者是做远端的采访 甚至到线上的打迭 甚至游戏部分的直播 它也可以做到支援 所以呢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再加上由于它的成本 当然售价比较高了一点 到了2万多块啦 如果呢出入Podcast界的朋友 小浩哥哥是比较建议啊 你可以先等等再看看咯 如果说你想要你的节目的内容 非常的专业 表现非常的特殊的话 那当然Caster Pro是唯一的首选咯 好以上就是小浩哥哥 帮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我们Podcast节目的身材工具 Caster Pro 后面我们再帮他来分享什么 相关有趣的一些3C产品 就麻烦请关注我的粉专 以及我的频道咯 OK 白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